十年度,所得稅申報可以到六月底 六月底有一些朋友的問號 因為我現在記賬警報稅代理的事務比較少 但是我也是要去做這些事情 這是一百一十年度總和所得稅電子結算網路申報的收支聯 這收支聯的通常是用深圳證統一編號直接加附號 不然你就要用健保卡 健保卡我今天去財政部北七國稅局板橋分局 保護好,保護好,還是要按個讚 重點就是說,因為今天有一個問題 你有承租房子的話,可以扣底 但是你要寫缺結書 寫缺結書說你住房子 沒有,你的出來的桌櫥桌來不是要做執行業務 不是做營業用 一定要寫一個缺結書 個人承租的自治房屋缺結書 我們現在要請我們團隊 抓不到大家聽 另外就是,扶養其他青史 這個缺結和這個一樣,抓不到大家聽 我重點是在說什麼 從財政部進步 前我30年前我就說 一定要所有資料 我們政府自己做好 我們全部匯整,匯整之後你就電腦出來 快 這是說以時俱進 再度感謝大家 我們APR東新倫台灣自家不動產資訊互聯網 APR東新倫台灣萬丹十一自行亦樂 互聯網 我們APR東新倫公司治理 生活法律 法律就是生活 生活法律就是資訊互 我要說這個原因就是 因為 你像個人資料保護法 就擴大解釋 該服務不服務 這樣踢皮球,踢輪球 這樣就不應該 我們以後再繼續介紹 謝謝 謝謝 服養其他親屬切結書 無力服養之事由 詳備註二 無力服養之事由 請切結人自行填寫 本切結書內容僅提供納稅義務人 申報服養未滿二十歲之其他親屬或家屬參考試用 本人因什麼原因之切結本人之子女誰 身份證統一編號 於民國幾年度 確實與納稅義務人 誰同居一家 並受其撫養 如有不實 怨婦法律責任 此至財政部台灣省北區國稅局 什麼分局基金所服務處 切結人受扶養者之監護人要簽名蓋章 然後身份證統一編號 住址 中華民國幾年幾月幾日要寫 備註一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目規定 納稅義務人其他親屬或家屬 合於民法第1114條第四款及第1123條第三項之規定 未滿二十歲或滿六十歲以上 無謀生能力 卻是受納稅義務人扶養者 但受扶養者之父或母 如屬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免稅所得者 不得列報檢除 申報扶養者應提出下列有關證明文件 一納稅義務人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 同居一家之其他親屬或家屬 同一戶籍者戶口名部影本或身份證影本 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二納稅義務人與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的 同居一家之其他親屬或家屬 非同一戶籍者受扶養者或其監護人 註明確受納稅義務人扶養之切結書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這個扶養其他親屬 這個條文這是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 第四幕的規定 當然納稅義務人的其他親屬或家屬 合以民法第1114條第四款及第1123條第三項規定 這是說無謀生能力者 還是連滿六十歲以上者 確實受納稅義務人扶養 當然這都要有證明有一個是要有同意戶籍 剛才我有聽到說 如果是免稅額的話 受扶養者或其他監護人 住民大稅額扶養之切結書 或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這個部分呢 我會同樣報這個我們youtube的說明欄裡面 到底要有什麼 你跟自己看 有問題 直接問補稅局 或是問我的家屬 或是問記帳報稅代理人 或是記帳事 我們AP亞東進是負責宣傳 大家繼續分享 謝謝大家